中国维和女兵何志鸿,曾是云南边防部队的教导员,到海地执行维和任务时,遇到地震不幸牺牲。 何志鸿在部队是个好军人,在家中是贤妻良母,而且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,是专业八级。 他的离世,令丈夫和年幼的孩子悲痛欲绝,何志鸿执行维和任务时与战友合影。 飞机上的何志鸿和战友合影,何志鸿和非洲儿童合影,何志鸿和外国军官合影,何志鸿的灵鹫被运回祖国,何志鸿的丈夫捧着他第一项,战友为他扶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